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选课在我们这个高校学习当中的重要性 那今天主要讲这个三个部分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合理选课比较重要 那第二个是说在对于这个我们想要转学的同学来说 在转学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一些方面 那第三个我们说这个如何选课才能满足毕业的要求 对于这个高中生来说也好 或者是对于这个不准备长学的同学来说都好 大家都需要这个满足这个毕业的要求 修购学分和一定的课程 那我们才能申请拿到这个学位的证书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要选课呢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教育系统呢是跟中国不太一样 他们非常重视这个对学生这个个性化的培养 也就是说不论高中还是大学 我们都是采用这个选修课程的制度和学分的制度 它不会给你设定这个固定的课程让你去上 而是给你一个选择的一个范围 那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这个类型 还有这个专业 还有选择这个不同的领域来进行学习 那但是呢在这个有选择的情况下呢 我们选什么课 如何做好这个选课的规划呢 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GPA成绩 也会决定我们未来的这个专业方向 尤其是咱们说对于高中生和转学生来说 更是能够决定未来录取什么样子的学校 那我们在拥有这个选择权利的同时呢 也要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为什么说有这个风险呢 因为在美国的话呢 我们想要进入一定的专业 是需要有这个先修课程的 如果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这个根据你目标学校 请问是哪位没有这个进一堂 能不能听到你们说法 没得到不是 你这样一阻里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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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得到什么 请问是哪一位在说话? 可以麻烦静音一下吗? 好,OK。 好,那我们接着说, 为什么说这个有一定的风险呢? 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想要学计算机专业, 但是在我们高中的阶段 没有去选择一些数学的课程 以及一些物理的课程。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等到你想要申请计算机专业的时候 发现人家是有这个要求的, 那你这个时候到了12年级 再去修这样子的专业先修课程 就已经完全来不及了, 那么你就只能放弃这个你的目标专业。 那同样对于学校来说也一样, 不一样的学校呢会有不一样的要求。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选课这么重要呢? 首先先修课的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这个进入学校和进入专业之前 先完成这一部分的课程, 那么是否能够修完先修课程呢? 像我刚才说的, 也直接影响了你是否被学校和专业录取,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说课程的难度的选择, 在选课的过程当中也非常重要, 因为虽然美国的大学或者说高中都会设置将近 每个学期两三百门的课程, 但是不同的教授同样的领域呢, 也会对这个课程的设置有不相同, 哪怕它都叫微积分这个数学课, 不一样的教授呢, 他教的这个具体的内容也会有出入, 那么遇到一些给分比较严格的这个教授呢, 哪怕你非常的努力, 但是你有可能会拿不到这个好的成绩, 甚至有可能挂科, 但同样水平的同学他可能选了另外一个教授的课, 那他反而拿到了一个A的成绩, 因此我们说在选课的过程当中, 这个课程的难度呢, 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部分。 那第三点, 我们来说毕业学分的要求, 那我们要想顺利毕业呢, 不仅要满足这个通识课程要求, 还要满足专业课必修和选修, 的要求, 那如何在规定的时间内去顺利的完成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要求, 以及保持良好的GPA, 就要看我们这个选课的规划如何做。 在美国呢, 有时候某一门课程它可能一年只开一次, 那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次呢, 你就要等到下一年, 那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申请和转学的进度, 那所以说这个选课的技术含量呢, 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对于每一个学生都不一样, 要充分考虑到我们学生本人的这个学习的情况, 还有这个目前的学习进度, 以及今后的学习方向, 那是呢, 我们大部分的同学呢, 在选课的时候, 其实他不太了解, 因此都是和其他同学一起随大流, 或者说靠自己这个瞎猜乱闷的去选课, 那对于后续的这个规划呢, 影响就非常的大, 我们其实也见过非常多的学生, 比如说我一心想去西部的名校, 比如说硅谷, 然后读这个计算机, 或者读这个工程专业, 但是他选课的时候呢, 他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那对相关大学和相关专业的要求呢, 了解的太少了, 以至于到最后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他不具备这个申请要求的课程, 那就根本没有办法去报这个工程和计算机转业, 那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惜的这个, 所以我们说在选课的时候, 从一开始我们就要重视请求, 那我们说到这个转学的话呢, 到底要注意什么, 首先呢, 我们知道转学生以前呢, 大家对于这个社区大学, 其实印象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现在呢, 我们说在美国每年都有几百万的学生, 能够通过这个转学, 也就是从社区大学转入这个排名更高的四年制大学, 或者是转向更适合自己的这个大学去学习, 有时候是因为地区的关系, 有些同学待了一个学期觉得, 哎呀, 这个地方实在是不太适合我, 我可能想要去更热闹的地方, 或者有些同学不喜欢热闹的地方呢, 想要去比较这个中部啊, 比较安静一些的地区去学习, 那这样子的情况呢, 也是可以通过转学来完成的, 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 那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同学, 也是通过转学进入着自己的这个理想的学校, 那我们说转学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为什么从咱们说咱们要了解这个我想要去的学校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要对这个选课做出一个规划, 然后呢再保持成绩, 以及呢什么时候去申请等等等等, 这之中都是环环相扣的, 那可以看得出来将这个选课呢, 还是在这之中占据着非常大的这个一个部分, 那转学来说呢, 我们常说是一个时间紧任务中, 所以说需要有这个严谨的计划, 稍微有一些些差错, 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比如说以加州大学这个UC转学系统来讲, 对于我们的国际留学生, 他只在每年的秋季给你发这个录取通知书, 那如果你一旦在这个前一年的秋季申请的时候, 哪怕你只差一门课, 你不满足他的要求, 那你就要因为这一门课, 而在社区大学多待一整年, 那这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呢, 其实都无法衡量了, 虽然说只有一年的时间, 那对于我们同学来说, 影响还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说在转学的时候, 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让我们更好的完成这个申请的过程, 那首先肯定是要了解我们的这个院校和专业了, 我们要了解不同科系之间这个转学的要求, 尤其是关于学分的要求和这个先修课程的要求, 因为像我刚才说的, 这也直接决定了我们是否具备这个申请的资格, 那有时候呢, 这里有一些些小小的窍门, 那就是大多数同学不太了解的, 可能有时候他在他的官网上写着是必修课程, 但其实你去跟他的学校的这个老师去沟通过后, 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建议你完成的课程, 不一定是必修的课程, 所以这里面呢还是有比较多的门道的, 那第二个呢, 在转学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自己GPA的这个成绩, 那转学很大一部分呢, 我们的竞争就是来自于你的极点, 因为呢, 这代表了你在这个社区大学的学习的一个水平, 代表你的学习能力, 那我们需要在这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内呢, 高度关注我们自己的GPA, 然后也是投入权力去提高它, 而认真对待每个学期的选课, 防止这个GPA因为某一些课程, 像我刚才说, 因为老师的原因有可能导致了我们这个整个的GPA被拉低, 那一旦你有一门课拿了C或者D的话, 其实你想要再用其他的课去把它拉回去, 非常的难, 虽然说不是不可能, 但是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转学我们当然也需要有文书的准备, 需要有这个比较好的简历, 因为招生官除了GPA这个成绩单之外呢, 就只能通过这个申请文书来了解我们的这个同学, 因此申请文书的好坏呢, 对于这个录取的结果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那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的个人背景提升, 这个方面呢, 我们同学可以通过多参加这个社区活动, 或者实习还有义工的项目, 在GPA之外呢, 去提升我们的综合素质, 还有锻炼我们的领导能力, 因为有一些学校呢, 他除了这个申请文书啊, 你的成绩单之外, 他还会需要一个这种远程的面试, 那我们需要通过这个个人的背景提升呢, 去给面试官展示一个这个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 那这样呢, 才有可能在大多数的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 那我们说一下如何规划这个选课, 在我们知道选课的重要性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点, 我们说的这个目标学校和目标专业, 一般来说呢, 排名越好的学校, 他要求的先修课程就越多, 这个竞争力越大的专业呢, 他要求的先修课程也是一样越多, 或者说越难, 每个大学的官网上呢, 一般都有很详细的可以提到先修课程的要求, 那大家可以在这个学校的这个mission, 或transfer student, 或者在这个academy下面的这个专业里面去看, 他都会有这个transfer requirement, 这些告诉你需要哪一些课程, 但是你知道了这个先修课要求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这个满足他们所谓的这个通识课程要求, 因为对于转学生来说呢, 你会先在社区大学完成前两年的这个课程, 然后转入这个四年制的大学去学专业的课程, 那通识课程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这个叫做general education requirement, 也就是说呢, 无论你是学哪一个专业, 你都必须在转学之前完成这个, 一般分为五大块, 第一个呢是这个英文写作方面, 第二个呢是数学, 第三个呢是这个艺术人文, 第四个呢是社会科学, 第五个是自然科学, 那自然科学这里面呢, 你可以选择这个生物啊, 化学或者物理只要一门课就好, 每个这个项目里面只要选一门课, 但有其中一门呢, 你需要去参加这个实验课, 那这个是笼统的来讲, 大多数的学校这个先修的这个通识课程里都会有要求到这五个部分, 那再来我们说你知道了要选什么课以后呢, 你还要去确认学分转换的问题, 尤其是不一样的地区和不一样的大学系统之间, 学分不一定都可以转换, 关键在于这个每个学期学校的课程能否匹配到这个目标学校的课程, 什么叫做匹配呢, 有可能同样的名字, 同样的课程名字, 比如说大家都学历史, 但是呢历史的课程里面, 这个老师用的是A这本书, 另外一个老师在别的学校他用的是B这本书, 也就是大家教的东西不一样, 那他就认为你这门课不能满足我学校的这门课要求, 那哪怕你修完了这个课程呢, 也是不能够转过来的, 所以说这个一般呢我们都会拿着这个社区大学的这个课单呢, 跟四年制大学的课单先对照, 只要能够符合条件呢就可以去转, 有时候呢我们还需要拿这个syllabus, 也就是课程大纲去跟对方学校的这个老师去确认, 那如果你打算申请的学校和你本身就读的社区大学, 刚好在同一个州的话, 比如说加州这个系统, 它就非常的完善在这个方面, 大多数的这个社区大学都有一个这个transfer agreement, 也就是说它已经把你匹配好了, 只要你在官网上去看, 你就能知道对方大学要求的课程在我的学校里是什么样的名字, 那我只要按照这个表格去上课就好了, 但如果呢你是在州与州之间转换, 那就要尤其小心这个方面的问题了, 那第四点呢, 我们除了知道学分转换能不能行以外呢, 也要确认学校的课程安排, 因为有时候大家不太注意这个细节, 可能某一门课每年只有春季开, 或者只有秋季开, 那这个时候像这种课程呢都很抢手, 跟你同一个专业的同学们, 他们也都要上这门课程, 所以说你需要去合理的规划, 到底什么时候拿这个课, 如果错过了的话呢, 像我说的就要等一整年, 那完全有可能赶不及, 你有可能因为这个要耽误很多的时间, 所以说选课规划呢, 不可以是说我知道了, 今天要选课, 那我就上网随便看一看, 有什么课我就上什么课, 那这样子呢, 对于自己的未来的这个方向呢, 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们说选课呢, 应该是一个提前规划好的事情, 在你知道, 比如说现在是春季, 我就应该开始要, sorry, 有点暗了, 大家稍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然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提前确认学校的课程安排, 如果你有想上个课, 你知道你必须要在转学之前上完的话呢, 你就应该在这个学校里提前去看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开的, 那在这个把它排到你的这个课程规划表里面去, 那最后一个呢, 我们说要了解这个课程的难度,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这个grade option, 什么是grade option呢, 在我们的这个美国大学的课程当中, 你可以选择我到底这门课是要用ABCD来评我的成绩呢, 还是只要用pass, no pass, 也就是说过和不过, 那如果你选择pass, no pass的话呢, 那就是说如果你过了, 那它也不会影响你的GPA, 你就等于说我修完了这门课, 如果你不过呢, 它也是不影响你的GPA, 但是呢, 这个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 一般来说我们的专业课和重点的这个通识课程, 一律是不建议修改这个, 改成这个pass,no pass, 那如果是无关紧要的选修课呢, 那我们可以考虑这个修改这个grade option, 但是也要注意, 比如说呢, 这个有一些学校, 它在所有的学分转换过程之中, 它只接受最多八分的这个pass, no pass, 那你修的更多的话呢, 它就当作你那个不满足我的要求, 因为我一定需要它是这个ABC的这一种成绩, 那另外的我们说, 这个学校每年开设不同的这个专业课, 认课老师不一样, 导致了这个内容和设置有所出入, 所以呢, 课程难度不同, 如果一旦有一门课的GPA拉低了的话呢, 那我们想要再提高就很难了, 比如说你原来是4.0, 你拿了一个C呢, 你可能就叫到了3.5, 但之后呢, 你可能要拿10个A, 也不一定能够拉回3.9, 对吧, 那4.0就基本上没有希望了,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 大家在选课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好, 那对于这个不需要转学的这个同学来说呢, 我们要怎么样这个选课才能满足毕业要求呢, 我们说这个不是说你不想转学呢, 就不需要重视选课, 反正我已经拿到了这个offer, 我在这里想上什么课, 上上什么课, 等我这个4年吧, 所有课都上完了就可以,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大学的毕业要求呢, 是我们一般建议同学在进入大学以后呢, 要尽快弄懂这个问题, 因为常规的情况下呢, 这个美国大学的毕业要求呢, 一般是由通识课程要求, 加上这个大学写作课程要求, 还有我们学院要求, 以及专业课要求和专业选丘课要求, 这五大部分来组成, 学校呢, 也会给每个新生呢, 配备这个advisor, 就是这个一个老师来去给你建议如何选课, 但是呢, 这个老师呢, 他是要面对可能一两百个学生, 他可能为这么多的学生都在服务, 所以你不是随时都能够约到他的, 比如说你明天要选课了, 你今天突然才想到, 我是不是应该去找advisor约一下这个, 看一下我要选什么课, 那你基本上是约不到他的哈, 那这种情况下你只能, 要么你就等, 等你约到他了呢, 确定好课程再去选课, 你发现每个课可能只能收40个同学, 已经全部爆满了, 那哪怕你已经有了这个选课单, 你也选不上这种课程,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给予足够的重视, 不然到了大四有可能才发现自己, 连这个通试课程的要求都没有完结, 那就无法按时毕业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留学生的话呢, 他的i20是有这个限制的, 时间限制, 如果时间到了你还没有什么, 也有可能会被出币, 或者说你就需要延迟你的i20,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的这五大部分, 第一个是通试课, 那我们说这个, 那我们说这个, 让学生, 让学生, 各个领域, 有所谓的全面的发展, 那个原因, 为了在大尔特尔特尔, 让学生有些产生的兴趣的科目, 找到自己的关系方向, 大家是听到有关吗, 能听清吗, 好, 那我们说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应该好一点了吧, 好了, 可以, 那我们说, 找到自己的专业方向, 刚才我们说了, 因为呢, 很多学生进入大一大二的时候, 他其实是没有专业的, 他到什么时候才会有专业呢, 也就是说他要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先去把这些通识课程和专业的先修课程修完了, 在大二的结束的这个下半学期, 向某一个学院的专业提交这个专业申请, 那学院审核过后, 觉得你的成绩没有问题, 你把该修的课都修了, 那我就会给你这个, 录取我们学院这个专业的这个offer, 那你就可以进入我们专业去学习, 然后拿这个大三大四高阶的这种专业课程,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大一大二的时候呢, 不确定自己的这个专业方向呢,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多上一些课程, 对吧, 像我们刚才说通识课程有五大类, 各种课程你都可以去试一试, 然后呢, 你可以找到, 有可能呢, 一开始你以为你喜欢的, 但是你学完以后发现, 我不太适合, 那我就要尝试的去转移我的专业方向, 也有可能会出现, 你觉得你没什么兴趣的, 学完以后发现自己非常得心应手, 那你就完全有可能把它选做自己的这个专业方向, 所以呢, 大学里面呢, 我们说选课一般投一周的时候呢, 你可以随意的调换课程, 也就是说我可能可以选五门课六门课, 然后我每一门课都去上一项, 都去听一听, 然后最后呢, 那么是, 有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这个drop掉,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后面课程的课程, 然后呢, 我们说这个写作课程是什么呢, 写作课程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同学呢, 具备这个大学水平的读写字, 而且呢, 不好意思, 请问是有人要关麦克风吗, OK,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说到, 除了让这个同学们具备这个大学水平的读写能力以外呢, 我们这个教授也会在这个大学写作课程里面, 教大家真正的这个学术论文标准的这个要求和格式, 那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对于这个学术这一块呢, 要求非常严格, 尤其是像比如说抄袭啊, 作弊啊之类的, 所以在你写论文的时候呢, 哪怕你用到一句别人曾经写在书里的话, 你也要给他写明出处, 那我们所谓的这个论文的这个要求和格式, 和格式呢, 就在教大家怎么样去以这个合适的方式把这个出处写好, 那第二个我们说学院要求, 美国的大学呢, 拥有很多的学院, 也就是像我们国内常说的这个系, 那不同的学院之间呢, 对于专业的录取要求也都是不一样的, 那像我刚才说的, 你需要呢提前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应该说在大一的时候啊, 你就应该先了解好, 你自己想进的那个学院, 他有什么样子的要求, 你不能等到说, 我大三的时候才想说, 哎, 我想进这个专业, 那你有可能根本就进不去, 因为人家只在这个大二末的时候, 才收这个申请书,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专业都是这样, 就是有一些专业呢, 他没有这个要求, 只要你在四年之内, 把他的这个专业课要求呀, 同时课要求全部修完了, 那么你在毕业之前就可以申请他的学位证书, 所以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常常鼓励学生这个在进入大学的时候, 你就应该把这个各方面的要求都搞清楚, 以及还有这个我们说GPA的要求也是很重要的,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他的这个经济系呢是非常热门的, 热门到什么程度呢? 也就是他说你的这个大二的时候上两门课程, 一门经济课, 然后呢一门是这个统计课, 两门课你的GPA只要达到2.75, GPA2.75是什么意思呢? 就大概是都不到B这个成绩, 两门课不到B你就能进入这个专业, 但其实呢不到50%的人能够进去,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竞争力有多么的大, 也就是说以这样一个2.75的要求, 都有很多的同学是进不去这个专业的, 那进不去这个专业怎么办呢? 他在大三的时候就只能够将就去选择一些其他的专业, 比如说相似的这些什么农业经济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转去就学文科了, 转去学社会学什么之类的,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 大家也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要非常的注意, 那专业课要求, 哪怕我们这个披荆斩棘过关斩棘, 终于进入到了专业以后, 我们达到了这个先修课要求啊, 通识课要求啊, 但这仅仅只是我们毕业的一部分, 在进入专业之后呢, 每个学生还需要完成大概6至10门的专业必修课程, 那这个必修课程呢, 就是他把课号给你列好的, 你也没得选, 你就只能上这些课,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UCI, 就是这个加州大学这个尔湾分校的这个, 一个我们拿这个经济专业的学生的课程来做一个这个例子, 那他需要完成的这个是有两门学院设置的基础课程之外呢, 以及还有这个比如说20A 20B, 15A 15B, 还有100A 100B 100C,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号码哈, 你一定是要上完了100A, 你才能上100B, 如果你100A拿了个D, 那你下个学期就得重就100A, 否则你就上不了100B和100C, 那你想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 对吧, 你有可能两年二三年都比不了业, 那还有这个最后的这个12A, 这八门必修课, 这个课号是列好的, 那20A和20B, 还有15A和15B呢, 是你在大一大二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去修的, 比如说你觉得你对经济有兴趣, 那你可以先拿着这个课, 对吧, 感受一下这个入门的课程, 但是像这个100A 100B 100C, 还有12A呢, 是必须你进入了专业之后才能选,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需要一开始就去研究清楚的, 哪一些课到底是我现在可以选的, 哪一些课是我之后才能选的, 那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说这个选修课的要求, 上完了这个将近八门的这个专业课以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专业选修课要求, 什么是专业选修课呢, 它就是同样也是经济课, 但是呢是额外的六门经济课在这个100到19之间的这个号码里面, 你可以任意的选六门, 那其中有五门呢必须是高阶课程, 所谓高阶课程呢, 我们说这个Upper Division, 就是那些是通常也是有先修课程要求的, 也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上完2120B, 我们才能上这个专业选修课,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八门加这个六门大概14门课程, 是你要在大三进入专业之后才能去上的, 所以如果你在大三之前, 你就修了一大堆跟这个先修课程无关的课程, 然后也没有时间去修这个通识课程, 那么你到了大三大四, 你可能每个学期都要拿五门到六门课这样子, 压力是非常大的, 不容许失败的, 那这就属于没有做好规划, 如果你做好规划呢, 其实大学四年普遍来讲, 每个学期你拿四到五门课程, 其实四门都是这个很足够的, 可以很轻松的这个去学习, 然后保持一个精力去维持好的成绩, 然后顺利的毕业, 所以这个方面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提前做好规划呢, 也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某一些热门专业的这个先修课程, 给大家一个这个概念, 比如说商科专业, 转学的这个常见先修课程,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微积分, 数学微积分, 那这里呢, 又要给大家强调一个东西, 你在上微积分之前呢, 你可能要先上一个pre-call, 就是微积分的先修课程, 完了呢, 可能之前还有, 比如说什么代数啊, 几何啊, 这一些, 全看大家入学考试的时候, 考到什么样子的成绩, 如果你入学考试, 直接考到了微积分, 那很好, 我们就上完这一门微积分就满足要求了, 但你想, 你如果入学考试的时候, 你的底子不是太好, 你数学只考到了一个代数, 那在代数和微积分之间, 你大概还有三门的数学课要上, 那这就是三个学期, 一年的时间, 你不上完呢, 你又修不了这个微积分, 你不修微积分呢, 你就无法转学, 所以说, 这个, 一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如果觉得说我某一个地方, 比如说数学底子不太好呢,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先通过自学, 或者说呢, 参加辅导课程, 把这个成绩提上去, 然后再去参加入学考试, 这样呢, 又节省时间, 对吧, 然后呢, 还可以节省我们的精力, 那除了微积分呢, 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商业原理啊, 经济学基础啊, 统计学啊, 财务会计啊, 还有这个管理会计, 那这是通常来说, 比较常见的先修课, 基本上, 每个学校都会要求的, 那对于大家这个想要进的名校, 排名更高的学校呢, 他们的要求只会更多, 不会更少, 对吧, 因为有时候呢, 每个人都有的课程, 你没有, 那你就是处于一个落实, 那这是经济, 上科类的哈, 那还有计算机类的, 计算机类的课程呢, 就更难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要上微积分的一二三, 就三门课了, 还有这个微分方程啊, 物理啊, 化学啊, 这个编程啊, 还有多些, 看名字就知道都是, 比较难的课程, 所以说, 如果是要学计算机的同学呢, 其实还是建议说, 尽早开始做规划, 或者说呢, 尽早把这个数学的这个程度呢, 提一提, 那这样在之后的这个, 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为大家节约非常多的时间, 好, 那我们为什么说, 那个咱们这个后人教育呢, 其实我们大多数的老师呢, 都是拥有这个留美经验的, 比如说我自己也是这个, 一路从这个社区大学, 然后呢, 转学进入了这个UC系统, 然后完成了我自己的学业, 我都是亲身经历的, 所以对于这个方面呢, 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的, 我们也这个非常这个, 明白每一个学校之间的这个转学的要求呀, 也拥有大量的这个, 成功的转学的经验和民校的申请策略, 那比如说我们辅导部门呢, 就有一个选课辅导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这个服务, 那针对哪一些学生比较适合这个服务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刚刚入学的, 你完全没有这个选课的经验, 你也不了解到底要怎么选课, 要看什么, 那么你就呢, 应该呢, 比较适合这个选课辅导, 还有呢, 比如说你没有专业方向的, 像我刚才说的, 我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要上什么样的专业, 我很害怕我自己选错了课以后呢, 就是耽误了很多时间, 最后上的都不是我想去的那个专业的课程, 还有呢, 像我们说的有转学需求的学生, 不知道我这个目标学校具体有哪些要求, 也不知道怎么设定这个目标学校的这一些同学, 那我们的这个选课辅导里面呢, 包括第一个, 像我们说在大一新生参加, 在大一新生参加学校的这个入学考试之前, 会针对这个我们选课的部分进行非常详细的讲解, 让学生对这方面有了解, 还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我们都会给同学来提醒他, 然后呢, 也会给这个同学提供未来两年这个选课的模板, 也就是做一个初步的规划, 那么根据具体的这个情况呢, 还会进行适当的调整, 接着呢, 我们是会通过一个比较权威的这个MBTI的职业, 性格测试, 然后呢, 结合你的这个职业性格呢, 然后还有你自己的综合能力, 然后为没有专业方向的同学呢, 提供一些这个建议和这个专业上的选择, 还有呢, 就是针对有选课, 这个转学需求的学生呢, 我们这个专业或者升学方向的新修课程要求, 也会结合学生目前的这个修课情况, 以及他的成绩, 来制定最完善最高效的这个可选的这个选课方案, 那我们这个呢, 首先像我说的肯定是有非常丰富的指导经验了, 然后呢, 根据每个同学的个人情况, 都是一对一的量身定制的这个选课的方案, 我们也比这个同学们更了解到底什么样的难度, 什么样的课程呢, 是最适合这位同学目前的学习水平的, 能够帮助他这个又快又稳的完成这个学业, 那整个的流程呢, 一般是这样子, 我们分为五步, 我们会先跟同学取得联系之后呢, 会搜集同学们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成绩单, 包括目前就读的学校和以往就读的学校, 还有呢, 我们刚才说的入学考试的成绩, 如果他还没有参加这个考试呢, 我们就会等待他考试结果之后, 拿到了成绩, 再做这个详细的规划, 第三个我们会需要向同学们要到他们学校网站的登录账号和密码号, 哎呦, 不好意思, 然后呢, 第三步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15到30分钟的这个谈话, 会了解这个同学的具体情况, 包括他自己喜欢, 到底是喜欢文科还是喜欢理科呢, 对于这个写作是有优势, 还是对数学有优势呢, 会根据这样的情况去给他推荐这个通识课程, 如果他写作方面好一点, 我们就可以多上一些文科的课程, 如果他写作非常差, 但数学方面有添加, 我们通识课程就可以往理科方向走, 这样呢, 能够保证这个GPA, 那第四步呢, 我们说专业的选课方案, 也会根据这个已经确定专业的学生, 然后, sorry, 我们来说根据这个学生的修课情况呢, 跟实际的能力给他安排这个比较详细的选课方案, 那根据未确定专业的新生呢, 我们也是参加过测课之后呢, 就会根据这个约谈的情况跟测试的结果去给他制定一个选课的方案, 那么在约谈之后呢, 这个三个工作日内呢, 会将这个详细的专业选课方案呢, 反馈给我们的同学和家长, 那最终呢, 在学生这个决定好课程, 并且完成这个注册之后呢, 我们就会对这个学生的课表进行最后的检查, 然后确认无误之后呢, 我们这个整个选课的流程和服务就算结束了,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关于高校的这个选课部分呢, 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那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这边收到一个问题, 说如果进入学校的时候专业是会决定的, 那要怎么选课比较好? 如果专业是未决定的话呢, 我们通常会建议学生根据他的数学和英文的水平呢, 先从这两个课上起, 因为我们说英文和数学是大多数课程的这个先修要求, 如果你的数学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 或者说你的英文没有达到这个, 我们说大学写作的这个水平的话, 你也是没有办法顺利毕业的, 所以还没有决定的时候呢, 会先上这样子的课, 那另外呢, 就是根据你现在的英文和数学水平呢, 选择你可以上的通识课程, 一般呢, 比如说一些入门的社会类课程呢, 或者像我们说的这些经济类课程, 商科类课程, 那就要根据学生的个人兴趣, 来给他做一个推荐了。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喜欢的课程没有报上, 还有希望进入吗? 可以找教授吗? 如果喜欢的课程没有报上的话呢,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可以去walk in, 一般呢, 有时候像我刚才说的, 第一周的时候呢, 很多学生他都在, 就是有点像买东西啊, 他在挑选他到底要上什么课程, 所以呢, 他很可能会把课程这个给drop掉,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在这个等待的这个表格上的话呢, 你就会按顺序呢, 有可能会可以得到这个名额进入这个学校, 那有一些学校呢, 老师大概会给将近五到十个的这样子的等待的这个名额, 那你就可以这个去在上课的时间去学校里面, 然后呢, 把你自己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填上, 那这样子的情况呢, 就能够达到进入课程的这个要求, 我这边还有收到一位问题, 是说暑假修的学分转学是可以转入吗? 这个取决于你暑假修的课到底是在哪里修的? 比如说如果你暑假修的学分就是在你自己的学校, 那当然它就可以算在你自己整个学校的这个成绩单里面, 但如果你暑假, 像我们有些同学他说他暑假回国修暑课, 对吧, 那这个呢, 其实比较冒险一点, 像我刚才说的, 你最好在你回去修课之前, 你先拿到暑假的这个课程大纲, 然后向你所在学校的老师去约谈, 确认说这门课程可以转回来, 到底转成哪一门课程, 然后呢, 如果他确认无误的话, 那你再回去上这个课, 如果他说不行, 那这个课其实就没有上的必要了, 那如果他确认可以上的话, 我们在上完之后也一定要记得, 要把这个transcript, 也就是order一份这个成绩单, 然后呢, 把它转回我们自己现在的学校里去, 这样子呢, 才做数, 否则的话呢, 到时候可能在这个学校成绩单里就不体现, 那这个课程也可能会被遗漏掉。 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外州转加州的大学选课时, 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吗? 这个我刚才给大家说过, 因为外州转加州的话, 它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对照表, 它不像加州本周内的同学可以拿到这个比较, 确认的这个对照表, 所以外州的同学他在选课的时候呢, 尤其要注意, 不要选一些名字太偏门的, 尽量选一些每个学校都会开的这种基础类的课程, 尤其是专业类的课程呢, 如果你想转学呢, 尽量不要上, 因为呢, 大多数四年制的大学, 它都会要求你的专业课, 必须在我自己的学校里修完, 我才认, 你在其他的学校修, 我是不认的, 你修完了呢, 我也不会给你毕业证书, 所以呢, 这个是要注意的, 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在外州的话, 你最好在你申请之前, 或者说在选课之前呢, 先跟你的目标学校, 去做一个research, 或者说去跟目标学校的招生官啊, 老师们去发个邮件, 确认一下说, 大多数的课程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高中选课,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高中选课呢, 我觉得其实, 甚至可以说比大学选课还要更重要一些, 因为呢, 高中它每个课程可能会有,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AP课程, 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Honor的课程, Honor的课程呢, 是对于这个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才会去这个, 你要先达到一定的GPA, 你才能够申请进入这个Honor Program, 进入这个系统, 然后你才能去拿这个Honor的课程,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程度没有那么好的话, 其实我不建议大家拿Honor的课程, 因为通常来说Honor的课程, 它会比较难一些, 那AP课程呢, 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开设的, 也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可以考的, 所以如果你想上AP呢, 你要先去了解学校什么时候开这个课, 因为呢, 我们申请是在11年级的时候, 如果你到这个, 当年的12月份, 你还没有把AP考出来的话, 那其实这个AP就没有必要上了, 因为你的那个出成绩的时候, 和你申请的这个截止日期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哪怕考完了最后对方学校也收不到, 所以就是不做数, 因此我们说如果在这个高中生的话呢, 最好是能够在9年级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划, 你到底什么时候考SAT1, 到底什么时候考SAT2, 要考几个subject, 要不要上AP课程, 那AP课程要上几门, 什么时候考试, 那学校有没有开AP课, 如果没有, 你要到哪里去上这个AP课, 或者你在家里自学, 或者上某一个辅导的课程, 那么什么时候再去报名, 能够在你所在的城市是否有考点等等, 其实比大学的选课能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还是更多的哈, 所以说这个高中生来说, 我的建议是你9年, 你起到10年级左右, 就要对你自己未来的申请, 学校和申请专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目标, 然后呢要提前做好这个规划。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啦, 好,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讲座, 那我们说选课很重要, 我们这个学习的规划也是更为重要的, 那就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学和家长都能够早早的运出帷幄, 为我们同学进入这个理想大学就读, 理想专业, 这个真正的做到我们充分准备, 胸有成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